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三马拉罕 目前还有五个家庭的十五名灾民安顿在一所疏散中心 随着伦勒的甘榜十八个一和甘榜十八个二 从昨天开始落实强制性行动管制令 有关当局已经发出一百七十七代食物给甘榜的居民 让他们能够安度这段时光 根据了解 这些食物都是由伦勒县公署 伦勒县福利局 伦勒县消整局和伦勒民房部队所负责分发 当局派发这些食物主要是为了保障受到影响的甘榜居民 能够在加强性行动管制令期间有足够的粮食冲击 这些地方的加强性行动管制令将在本月十九号结束 据悉 伦勒落实加强性行动管制令 主要是因为该区关病病例上升的原因 目前伦勒疫情吃紧 已经转为疫情红须 关病疫情在沙拉越不见其色 因此在明都鲁出现确诊病例的事迹和夜市受处一律暂时关闭 沙拉越公用事业部长的都司理史蒂芬伦迪表示 卫生部透过明都鲁灾难委员会的议决而做出了以上的决定 明都鲁市集和夜市的暂时关闭 重点还是在于遏制新冠肺炎的散播 市集方面在昨晚已经正式停止营业 而夜市的暂时关闭措施则会在今晚正式生效 史蒂芬伦迪也说明都鲁市集已经被明都鲁灾难委员会 鉴定为新冠病毒散播的风险区 他也不排除在市集出现确诊病例 也许是跟夜市有些许的关联 因此他促请小贩们能够给予卫生部 和明都鲁灾难管理委员会权力的配合 史蒂芬伦迪也强调 卫生部会为市集的小贩们进行冠病筛检 一名本地男子怀疑涉及网堵活动 昨天在冲职时被警方发现 当场被逮捕接受调查 据石龙门警区主任伯克亚恩表示 警方是在10点30分展开的骰之行动 在石龙门燕窝山代谱该名涉及网堵的男子 警方在行动中充公现金、手机及数台电子产品 警方援引1953年居家公开赌博法令调查此案 一旦被定罪可被罚款不少于5000令吉 及不超过5万令吉 或被判坐牢不超过3年 欢迎回来 接着我们看到教师及教育业者 应该在冠病疫苗接种计划之下 被纳入成为优先接种的群体 全国家教协会理事会主席 拿督·莫哈默·阿里哈山及马来西亚药剂师协会主席 阿拉西表示 若教师优先接种疫苗才能打造安全的校园环境 让学校可以重新开放 让教师可以面对面教学 此外这也能稳定教育生态系统 而教师们接种疫苗后 无疑能提升教师们的士气 让他们有信心回归校园教导 由于疫苗接种计划不包括18岁以下的人士 因此 莫哈默·阿里哈山及阿拉西指出 为了学生的安全 指教的教师们应该优先给予疫苗 接着我们看到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 为饮食业者及商家谋求福利 提出允许堂食以及服装店业者营业的申请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副部长 拿多罗索华西指出 该部近期向国家安全理事会提交申请 要求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允许民众堂食及允许服装店重开 确保商家的生计 他表示申请允许堂食不仅是为了营业者的福利 也涵盖所有涉及食品业的工作者 包括工人、供应商及食品批发商 14级参测营业者已经保证 若允许堂食将会遵守国安会所制定的 所有标准作业程序 此外,申请让服装店重开 特别是要求允许业者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 还有5月开灾节的节庆期间营业 罗索华西指出 国人如今陷入经济和健康的两难处境 但毕竟许多型感染群在工地发现 而在商业区域如餐馆、夜市和服装店 并没有出现新的感染群 因此才希望国安会可以以此为考量 我们接着把焦点转向国际 截至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23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 而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美国依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累计超过46万1680一宗死亡病例 而确诊数字也达到2690万宗 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还包括巴西 累计了23万034人死亡 确诊病例也超过944万宗 疫情的严重度仅次于美国 另外墨西哥也记录了16万4290宗死亡病例 印度超过15万人死亡 还有英国也达到了超过11万人死亡的数字 至于其他累计超过5万宗死亡病例的国家 也包括了意大利、法国、俄罗斯、德国、西班牙、伊朗和哥伦比亚 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 法国方面在当地时间6号已经开始注射第三支获得批准的疫苗 而且境内通报新增确诊病例 以及染疫住院治疗的病患都下滑 至少减缓了医疗体系面临的压力 新加坡昨天所出现的26宗输入型病例当中 有两宗是来自大马的输入型病例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文告指出 为新加坡带来两宗输入型病例的大马患者 分别为现年38岁的男子和35岁的女子 他们都是新加坡工作证的持有者 新加坡卫生部表示 26宗的输入型病例当中 有25宗是无症状患者 唯一一宗出现症状的是来自大马的患者 其他的输入型病例则是来自 孟加拉 印度 印尼 德国 缅甸 菲律宾 英国和美国等 另外 新加坡昨天并没有出现本土感染病例 而且新加坡的输入型病例 也已经连续7天低于30宗 在之前的一星期 有4天是超过30宗 截式昨天中午 新加坡的累计冠病确诊病例 已经达到了59,675起 大马旅游和文化部跟一些亚太区的邻国 包括汶莱 新加坡 泰国和日本 南韩 澳洲和纽西兰 落实绿色互惠通道措施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部长 纳豆斯里南希·苏克利说 该部已经跟卫生部 内政部以及外交部 针对此事进行了磋商 而上述提到的国家 也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为安全的 他说 该措施还需要跟相关国家的有关机构 跟我国旧健康 移民 数据追踪和检测方面的课题 进行双边讨论和考量 而我国跟这些国家落实 绿色互惠通道的措施之余 也会拟一套统一并且透明化的出入境程序 透过参考这些国家卫生机构 所提供的相关意见 让出行更轻松 以上是这一节的热报 我是Brian Ebin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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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